大家好,我是小飞 一个普普通通的手艺人 水果雕刻的爱好者 特别喜欢雕刻一些水果 香皂 蔬菜 用各种水果 给大家做一些造型 切法 还有雕刻的方法 有好多老铁 现在慢慢的喜欢上我的雕刻了 我也特别开心 因为他们每天看我的作品 给我点一个双击 就是我每天录段的一个动力 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们 今天雕的这个作品不是很好看 但是也是在用心的给大家做 每一个作品 我主页里边有六百多个作品 如果说你喜欢雕刻的话 可以去我的主页里边 看一下我别的作品 如果喜欢我的话 可以给我点一个关注 每天晚上八点直播 每天更新一些雕刻的方法 此时此刻 你有没有在心里边 特别特别的想一个人 特别特别的想见他 我多想再见你 那发匆匆一眼就变了 入冬下昏黄的剑影 越走越漫长的灵机 目的灵魂 你们是真物价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 趁现在的时光 还能无所顾忌的让 也许童话里的情节 是大人们说的谎 却能让我暗睡到天亮 我不再遇见你 见不到你 多想说句你好 虽然我不知道 你过得好不好 最深的关心 也可能会是毒药 何必纠结过去 多情的打扰 讲一下蝴蝶的做法 拉出一个边 再拉一个边 然后用刀片过来 片过来不要片段 第二刀再片段 不要刀直接给片掉就可以了 斜刀 做一个蝴蝶的须子 做完须子 再做蝴蝶的翅膀 这样做 把翅膀里边 给掏空 掏空了之后呢 一个蝴蝶的大型就出来了 最后插一刀 就是沿着须子的边上 我们拉一个直刀过来 直接拉透 然后把须子往上一顶 就出来了 一个蝴蝶非常简单 学会的烙铁 给个双鸡吧 大家好 我是一名水果雕刻的爱好者 今天呢 在潮市买了一个猕猴桃 给大家刻了一个小花形 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天 大年初一 在这里呢 祝愿所有的老铁 在新的一年里 猪年大吉 猪年吉祥 猪年行大运 发大财 也祝愿你的家人平平安安 幸幸福福 如果说 你感觉我雕的这个东西 有那么一点点的好看 你能不能伸出你爱心的一个小木手指头 花费你人家001秒的时间 给我点一个双鸡 在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老铁和家人的一路支持和陪伴 祝你一生平安幸福 大家好 我是小飞 关联了 马上也就要回复上班的岗位上了 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火腿肠的花形 第二次做 做的不是很好 如果说你不小心点进我的作品 感觉我刻的还不错 还可以的话 能不能伸出你可爱的双手 一个小木手指头 给我点一个双鸡呢 因为你们的双鸡就是我 我的动力 我录段子的动力 在这里 我感谢你 也祝愿你2019年 平平安安 幸幸福福 赚很多很多人民币 交很多很多女朋友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一个手艺人 我分析点开我作品的有三种人 第一种 点开之后随手就给了你一个双鸡 第二种 点开之后 看你做的好 他就给你一个 不好他就不给你 第三种人 进来之后随便看一看 他就走了 在这里 我不是希望跟你们要多少多少双鸡 我是手艺人 我只想把我这门手艺 发扬光大 让更多人知道 我还有这份手艺 我们中国还有这份手艺 在这里 如果说你支持手艺人 哪怕是一个假装的双鸡 耽误你0.001秒的时间 能不能给我一个免费的双鸡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大家好 我是小飞 有个老铁给我发私信说 小飞你用草莓刻一个玫瑰花吧 我今天买了一个草莓试了一下 买了一盒 刻了好多 失败了很多 就这个绵绵绵绵还可以看 因为草莓太软了 太不好刻了 如果说 你感觉我刻的还不错 还有一点像的话 能不能给我点一个双鸡 你们的双鸡就是我最大的支持 我别的什么都不要 给一个双鸡就可以了 也祝愿您 在2019年 收获一份自己美满的爱情 出一个女朋友就够了 不要出太多 然后长长久久 感谢您 大家好 我是小飞 有个老铁给我发私信说 小飞你能不能以母爱为题材 给我们刻一个作品 我说可以 我左思右想 给大家刻了一个 我们还没有出生时的样子 一个婴儿 躺在母亲的肚子里面 一点一点的长大 到现在 我们的母亲 一把食一把尿的 把我们拉扯大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如果说你感觉 我刻的这个作品 有一点母爱的题材 能不能伸出你双头 点一个双鸡 也祝愿全天下所有的母亲 一生幸福平安 快乐 不要再为我们操心了 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昨天有个老铁 又给我发私信了 他说小飞 你能不能用香蕉 做一个有关于爱情的题材 我一想香蕉 香蕉那得咋整啊 我就左思右想 就给大家刻了一个接吻的鱼 如果说你翻到我的作品 感觉我刻的这个鱼 有那么一点点像 能不能伸出你爱情的小手 给小飞点一个那么双鸡 然后也祝愿你 祝愿点双鸡的老铁 每天都要 每天都像这个鱼一样 有一个接吻的爱情 每天都有一个吻 然后也祝愿大家 2019年幸福长长久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常常在猜出代理